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无法在今年6月截止的2021财政年达到25家新店面开张的目标 今年首三季 星巴克只开了13家新店面 截至第三季 全码共有329家的分店 而有8%位于机场或游客区的星巴克已经暂时关闭 行家因此下修该公司的营收预测 并调低2021财政年的盈利预测4% 另外 Kenny Rogers Rooster的第四季盈利预料也将会蒙受亏损 行家将目标价下修至二令吉35仙 但维持买入评级